请1号男嘉宾 哇 太期待了 本嘉宾由珍爱王推荐 哇 好 这位我叫明星 还蛮帅的 他也很斯文 好帅 是有一种精英粉 感觉像搞金融的那种 那很合你的 我感觉年龄不是很大 哈喽 大家好 孟爷好 我叫刘明星 今年24岁 果然 24 差不多 和我的年龄比较合适 24岁 真小 来自辽宁沈阳 本科毕业于英国伦伦大学 机械工程专业 工科 那今年年末将前往香港 进行研究生的深造 谢谢大家 那今天希望呢 能够有幸牵手一位 有自信 有同情心 然后有自己的理想 和一份坚持的女生 谢谢 她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还喜欢 我觉得 挺好的 4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问你一个问题 你介意姐弟面吗 不介意的 我觉得就是说两个人灵魂上有交流 年龄的话在一定区间内就可以 你的拒绝是多少 我觉得下线的话 20岁 然后上线的话可能 29岁吧 范围还是很大的 白白 我还在范围内 有小不身上找小的 那比你大两岁应该不成问题 那不是问题的 谢谢 还可以 还可以 阿姨 您介意 我也不介意 只要还是喜欢就可以 3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叔叔 我家女儿23岁 和你24岁很般配的 好的 真的 我看你有一颗同情心 有很善良 和我女儿有共同语言 好 好的 君尧未动力 给你的肠胃做做操 好 看片子 来 我们看一下 片子都记一下 每一把琴都是有灵魂的 它会做乐琴 因为它在诞生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融入了 至琴师的性格 至琴师 木板厚度 阴凉结构 任何细微差异 都会导致不同的音色 我叫刘明欣 我热爱音乐 也热爱至琴 我热爱不仅音乐 能带给我快乐 也能带给我爱情 他会弹吉他 三年前 泰晤士河畔 大本中夏 我用他的名字 写出人生第一首曲子 并用这段旋律 开启了我的初恋 我特别喜欢为对方创造浪漫 不只是音乐 一顿亲手制作的烛光晚餐 也更是乐得其所 好浪漫 浪漫的表白 约会一定是用心准备的 我不是要未来的另一半 像我一样喜欢创造浪漫 只要你懂得欣赏我的浪漫就好 我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 在一起半年 分手之后求复合又花了半年 我们的微信 拉黑又加回 加回又拉黑 即便他的朋友圈有了新的男生 我的心中也没有放弃过 我必须努力到最后一刻 才能给自己的感情一个交代 那他现在会不会对前任会有执念 我觉得有可能 可能有 毕竟是初恋呢 是的 伦敦大学机械工程本科毕业之后回国 继续攻读香港城市大学反律硕士 好厉害 与爱情里的专一不同 爱情之外的我乐于尝心 得过世界机器人大赛一等奖 很厉害 当过英语老师 做过服装品牌 经历过十几种职业尝试 未来想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 希望未来的你不要冷冰冰 有任何矛盾都不要玩消失 这个好 有点小肉肉的女生更能吸引我 希望早日能遇到你 让我为你写一段最美的旋律 让我陪你开世上最美的风景 小肉肉肉肉肉 自我检查一下 我都是 这是我的财富 那完了 我瘦成这样 我不行了 我已经不太瘦了 你们 孟爷爷 我刚看那个短片里面 我觉得这个男生不仅做饭好 更重要是我觉得他特别有品味 因为他用的是我们不添加 为金色素防护器的千和铃 添加酱油 千和高端酱油 酿造专家 业务能力好强 专业老师 一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看到VCR里面好像是在制作什么吉他 对 那刚好我们家孩子 他现在在大学里面是教鼓征的 我觉得在这个音乐上面 你们应该是有共同语言的 就是希望男嘉宾多关注一下 我们一号艳燃 好的 我非常喜欢音乐 好 谢谢 你会喜欢也是跟你一样学音乐的男生吗 会可以合作 一起合作 对 刚才短片里面的歌是我写的 这个是会写歌是非常厉害的 其实我觉得很全面的 又学机械又学法律 然后玩音乐 对 还会争取 还有创业项目 对 对的 那你唱的怎么样 就是唱功可能一般 你是因为有宗伟老师现在 在 真的 有点压力是吧 来来来 我们表演一下 来吧 那今天其实我知道宗伟老师会来节目嘛 然后特别喜欢他有一首曲子叫 《一次就好》 那不知道有没有幸运可以跟杨宗伟老师 一起合奏一下这首曲子 好 好 有 好帅 周伟老师好 你好 你们到舞台中间表演 好 这多幸福 好有演唱会的提我 好棒 可以唱吗 一次就好 希望你今天能够顺利牵手成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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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入我怀抱 上一秒红着脸在阵潮 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 不怕你哭 不怕你叫 因为你是我的骄傲 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 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 彼此就好 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快大笑 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朝朝闹到 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 太好听了 世界还小 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 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 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 我全部的心跳 随你跳 好 好厉害 不要松回好帅 谢谢全夜 好好听 不行了不行了 我已经上头了 好好听 很厉害 真的 已经有这个演唱会的水准 下次请你来 来 我们打算再次谢谢 谢谢松回老师 加油 好喜欢这个环节 没听够 他好听 各位老师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 真的 他人真的很好 你觉得他会像一个成熟的男孩 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会照顾人的人 是吗 我们有眼神的交汇是什么 你这次要牵手了一个女生 是一个收获 即便没有牵手 你以后也可以跟人吹牛吹十年 我是杨宗伟的吉他伴奏 对 这个也还可以吧 非常满足 非常满足 好 台上一秒钟台下吹一辈子 你一共谈过几段恋爱 就是说比较认真的就是刚才那一段 比较认真的是刚才那一段 重说重说没事 刚没听见 就是说大家没有在一起 就是可能两个人可能互相喜欢 但真正在一起的就是刚才说的 只有那一段 对 翻分合合一共一年 一共一年 就是我们俩其实不是因为一些不可抗 就是双方有做出格的事情去分开的 可能我当时也没那么成熟 他有一些情绪变化 我捕捉得没有那么敏感 他会觉得跟我们初恋那种状态 差得有点大 然后心里这样落差就分开了 就是闹点情绪就闹得 分手 我不是很理解他这段感情状态 不会反反复复 就跟弄着玩似的 会去求复合吗 不会 这很果断的 我只求一次 那你们最后一次 彻底的就是分了 那是什么原因 是这样的 我记得他比较后面的时候 就是他朋友圈出现别的男生 我觉得他们也没有结婚 那我要不要再等一等 然后他们好像过了一个月吧 就分开了 他没有出手 人家就分了 就我不会去缴人家的爱情吗 对对对对对 虽然真的是很难受 就是你还喜欢这个人的时候 然后他就跟别人在一起了 开始在朋友圈就是秀恩爱 你是什么感觉 万箭穿心 真的万箭穿心 就因为我当时是真的还蛮喜欢他 所以才会去挽回 没有去点赞吗 然后后面 我们这样揪揪缠缠 不清不楚 我其实不舒服的 就是我会去努力追求 但最后没有答案的话就 明白 当时孩子比较痛苦 在一起的时候挺好 过几天 可能他又耍平息了 我说你这样的话 也影响你学业 不然你们就彻底断了吧 其实说明他也是一个很长情的 很专一的一个孩子 还是很深情的一个男孩子 感情专一 他太不果断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年纪小 我自己有朋友 就像他一样 到今天为止 超过十年了 那个男生还走不出来 还是喜欢那个女生 关于和前任分分合合好多次 这件事 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 你怎么看 我的世界里可能不太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分开 应该还是有一定问题的存在 所以才导致了两个人 不得不分开的这个情况 所以当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情况 这个复合就不存在了 对 我和淳叶的观点是一样的 对 当我说分手 或者是我被分手的时候 就会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决定 所以真的要求复合的状态 维护其微 就是我之所以去尝试挽回他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没有说犯那么大的错误 然后他也没有拒绝我的 就是说是好 关键是在这儿 那个女生就留了个口 对 你把人拉黑了 他回头去家 他不也通过了吗 最狠的是什么 就是先拉黑再删除 在屏蔽阻止这个人的电话号码 那就是除了报警 没有办法找到他 喂 喂 孟菲老师您好 我是3号的许美云 可以勾放一下我的声音吗 好的 3号的声音放出来 男嘉宾您好 你好 我是3号女嘉宾许美云 然后呢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场的女嘉宾 都很想知道的 就是刚刚在你的描述过程中呢 我们可能还没有太清楚 你和前女友的 目前的这样一个状态是什么 是微信啊 QQ 电话啊 是有保留还是没有保留 是生活中 我就猜到了 刚才那个事吧 是个女生都会建议 她翻来覆去翻车盒好多次 其实就是你和她 是不是彻底量透透的那种 对 对 现在肯定是没有联系的 你就这么说吧 微信还有没有 没有 QQ 不用 QQ 电话号码 没有 我换手机了 微博关注 不用微博 小红书 没有 咸鱼 咸鱼没有 我把我能说得出来的这些东西 全说一遍 没有 一干二净 一干二净 那她其实现在很清清楚楚 干干净净的 但是她在陷入这样感情中 她还是这样的处理方式 那万一她是陷入你这段感情呢 那她对你也会很在意 我觉得这样不好 四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你非常热爱音乐 对 热爱音乐的人就非常热爱生活 还有一个最让我感动呢 就是你的第一首曲子 是为你的初恋写的 对 而且分分合合 对吧 对 说明你对感情非常的专业 那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说你会拿现在的女孩子 跟你的第一位女朋友去比较 妈妈厉害 妈妈厉害 对的 我觉得会的 比较的话 我觉得其实潜意识里面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 但不会说天天去想 因为毕竟过去已经过去了 就站在这个舞台上 就是因为非常期待 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爱情 你要说完全是过去那个人 已经像没有一样不存在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 这是实话 好 是这样 我家女儿小杰呢 她也是能谈会唱 这一点跟你的共同爱好 是很相匹配的 希望你能多多关注我们家小杰 好的 好的 谢谢阿姨 我不能接受我男朋友拿我跟别人比 那你会对比现任和前任吗 我心里 但我绝对不会让她知道 来来来 5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叔叔 你实际上在这个VCR里头 是有一点点没有交代情绪 所以说女嘉宾提出这个问题 也是毋庸置疑的 是的 是的 所以说我来为你说句话 5号爸爸主持一下公道 我认为你能站到这个舞台 实际上你是勇敢的 对 证明你已经了却了以前的感情 谢谢叔叔 不用感谢 不用感谢 这个爸爸挺有幽默的 对 这个男孩的性格当中 刚才片子里边有一个 特别重要的特征是 在欺费关系当中 比较惧怕的两件事情 一个是冷战 一个是玩消失 这都是前面那个女孩有的特点吗 A 她就是生气的时候可能会不回微信 她一般消失多长时间 就是一周就完全不理我了 我觉得这个就挺还挺吓人的 我跟你说 以我现在掌握的最新资讯 现在的女生消失多久呢 三天算自动离职 三天 好坏 这个宝宝整个蒙掉 她说我天哪这么快吗 我的天哪 看下来我天哪 好喝的 就是我觉得感情里面沟通是比较重要的 我不知道女嘉宾心里面的一个数量 但是我觉得每天沟通是比较好的 赞同 就不一定说每一分每一秒大家都在打字 但是我觉得每天交流一下今天都做了什么 这些是维持感情温度的一个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沟通很重要 对 其实都会觉得很重要 你好 男嘉宾你好 你的那个学识和谈吐 以及你的外形 包括你对音乐的那种热爱 我都很喜欢 但是唯一的一点就是 你的年龄太小了 从我的感觉来说 和我们家孩子差距有点大了 她知道她小了 她活不住我 她刚刚说她上线是到29岁 我刚好卡了1岁 缺点踏实的感觉 我就怕太小了 马芳 我觉得她很好 把这年龄的条条框框抛掉 就是孟菲老师 我可以跟我们家孩子连线 可以的 和她交流一下吗 1号 你觉得男嘉宾的年纪 这个差距你觉得OK吗 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点太小了 那你同意我们也登吗 我同意 那男嘉宾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没关系 喂 喂 孟姨姨您好 我是2号女嘉宾 我想转接一下我的闺蜜 2号闺蜜 喂 喂 盈盈 我是觉得男嘉宾 虽然说各方面跟我比较好 比较相似吧 但是我的 我觉得年纪还是小了一些 所以我还是选个灭灯 好的 男嘉宾很优秀 但是那个我们雅倩呢 还是觉得可能年龄稍微有一些小 所以不好意思抱歉 没问题 没问题 喂 喂 孟老师你好 我是5号女嘉宾 麻烦把电话转接给我父亲 5号爸爸 喂 爸爸 刚好我是卡在他这个年龄上 对 还有就是他可能比较喜欢肉肉的那种小女生 我呢就是高高速速的 也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所以我要灭灯了 等于是 等于 男嘉宾很抱歉 对 我的情况跟1号的情况是一样的 有一定的年龄差 好的 抱歉 我先退出 没有关系 理解 理解 关键是他也不是肉肉的 这也是一关键 对 来 孟姨你好 我是6号想转接一下我的干妈 谢谢 你是肉肉的 你好 干妈 干妈 我现在真的很想找一个那种 成熟稳重就是 就已经事业已经成型的这种男士 所以我想你帮我灭灯 好 我知道了 好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阿姨 我们家豆豆刚刚给我打了电话 他说他想找的那种男孩子的论型 是稍微偏成熟一点的 然后事业上也有自己组建的 好的 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其实明星的那个性格还是相对比较沉稳的 他是希望自己找一个就是灵魂伴侣吧 对 觉得是既有一定的内涵 在他的事业上能有一定的帮助 这个是潜力股 看3号 4号的资料 3号 许美云 23岁 硕士研究生 4号 孙文杰 25岁 自媒体 有请3号 4号 3号开始 男嘉宾您好 你好 我叫许美云 今年23岁 其实我刚刚看了你的VCR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上进心的男孩 因为你兼顾了特别特别多的工作 谢谢 我马上也要去上研究生 但是地方可能会离得有点远 南京 香港 这是我担心的一个点 我不太喜欢一滴恋 但是呢 我觉得你很优秀 所以想要跟你面对面地交流一下 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但是 我们现在面对面见到了 我觉得还是少了一点心中的感觉 因为我是一个相信一见钟情的人 所以 可能 不好意思 明白 4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是4号女嘉宾 你好 我想跟你说 就是其实在台上 就是或者在很多女生面前 不要过多地提到前任 因为前任过去就是过去了 我曾经在我的前任面前 提了我前前任 我不知道 大家都变成了前任 对 最后就都变成了前任 而且我是背锅的那一个 但是我其实真是不是有意的 我只是恋爱经历 什么都跟他说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就是想给你一个小提示 而且我不太能接受异地恋 千和好酱油 真爱林天佳 与你一起见证幸福 千和林天佳酱油 本方山楂树下指定赞助播出 山楂树下鲜果炸 多吃一点也不怕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而且我不太能接受异地恋 而且我不太能接受异地恋 我来跟你讲一下 你儿子这么年轻 是 就这么优秀 一定会有很棒的 对吧 来到三现场看一下 沐老师 沐老师 男嘉宾的妈妈 有什么建议 其实我觉得明星 我真感觉他是一个好男儿 真的 但是本来 本来也是要遵从 各位女嘉宾自己的内心 对 我们就开开心心地说再见 期待下次相逢吧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来问女生 很好了 妈妈 没关系的 明星 当年大学那段恋情呢 我感觉对他的打击还是非常大的 这次能够走出来呢 勇敢地走上那个舞台 我感觉我也非常 真棒 真是说明他沉静就放下了 变成熟 对 我是理解他们的这个选择 这个男生我们能看到积极上进 表达也非常好 受教育也非常良好的教育 但是你的岁数呢 确实偏小一点 这是一个 这个不重要 人总会成长的 四号女生说的那个事很重要 你的片子里边有那么大的篇幅 不再讲你的那个前女友 而且反反复复分分合合 这个在我 从事这个工作这么多年 这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必死点 以后你相亲交往女朋友 记住一个原则 真的很有效 谈前任这件事情的原则是 不主动谈 也不回避谈 第三个很重要 不谈细节 这个是可以不用说 这个其实是他有点讲得太过详细了 你主动谈觉得你有神经病 你要回避谈 特别回避谈 感觉你心里有鬼不坦诚 如果谈细节 越等于找死 是 不谈细节很重要 明白 好 再见 好的 谢谢孟非老师 谢谢大家 我也有关注到大家 对前女友分分合合的事情 很感兴趣 因为已经分开很久了 所以我觉得打一些也无所谓 可能这最后是我一部分失败的原因 那我有学到 但是我觉得坦诚 在我这边是没有犯错的 有一点点遗憾嘛 就没有可以牵手 但我觉得心态上来讲 这次对我来说是一个升华吧 我是期待能进入一段感情的 再成熟成熟 再遇到那个另一半 我觉得没有问题的 对了 主要还是比较年轻 也希望她以后的恋爱能够顺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